王与金晨真的好会切 这部剧实在是太多贴贴的画面了 简直有点善而不易 我也不想看两遍啊 可是拍海报两人同吃一个小饼干 离这么近真的不会心动吗 看恐怖电影弟弟被吓到 姐姐还会轻心安慰 哇哦我都看得有点心滑怒放了 已经这么亲密了 被窝大戏当然也少不了 两人在被窝里玩耍 小男友王与余搂抱住金尘的腰 还蹭着胸口撒娇 说他们是真情绿都不为过 也太抓人眼球了吧 而且两位演员也都很自然 难怪很多网友们怀疑他们假戏真做 还有挠痒痒的画面 这是什么小情侣把戏啊 不是在贴天就是在贴贴的路上 是谁羡慕了我不说 就连王安宇自己都坦白 他后期开始谈恋爱就胖了 果然恋爱耽误事啊 训练的内容会比较多 所以也有瘦一点 对然后后面拍就是 就是感情戏的部分又比较多了 然后就又又胖回来 就这些片场打闹的视频花续一出 网友们纷纷都表示到太甜了 谁不想要罗娜这样的教练姐姐呢 并且都暴躁催促电视剧赶紧加工 希望巨方能听到粉丝们的新声 剧中王安宇和金城是年相练小情侣 巨外俩人可都是打直球的选手 就是那种大打咧咧毫无偶像包袱的人 合体直播更是专注于争当搞笑男搞笑女 快乐就是当你 快乐就是 就像 错位了错位了 大脑飞速运转 提醒你 最大眼的介绍下 你看到最瘦 是什么样的样子 我看看我姐姐最瘦 天哪你简直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爬虫的 来喝点水 喝点水吧大郎 吃药了大郎 BBQ了家人吧 看完他们直播 我真的无法再直视甜蜜花絮了 话说回来 最近两名的年相恋电视剧比较多 所以一连姐姐样的金城 就逞了第一人选 还记得年初时和王子怡的内部年夏恋作品 同样也是主打吻戏超越上了头条 真的想说一句 姐姐好厉害 此前金城还因为马甲线平平登上热送 后来我们才知道 原来她就是因为拍赤道才彻底爱上健身的 说到这 那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美女的身材吧 1,2,3,4,A 网上有人说王爱宇在娱乐圈积极被炸奥远 主要还是运动题材的影视剧拍多了 但确实王爱宇也学到了很多关于运动的知识 比如这次就是从刚开始一点都不会跳高 到最后被导演调侃拍完戏可以去考个二级 看得出这两人经过这部剧后都是受益匪浅 两人营业的也很努力光是合体直播都有私务场了 所以说万事俱败只差巨方加更 我们等着哦 知识小情侣大家欣赏 比如说万事俱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